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你掌握趋势最前线 我是刘兹林 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 台湾又穷又闷 谁来扛债 台湾的经济已经够闷了 但政府又喊穷 钱从哪里来 政府打算卖劳股换现金 而且目前可能会协调的是 四大基金要进场来承接 怎么又变成纳税人来买单呢 如果我们从一百零亿的 全国付税来看 小老百姓缴的综合所得税 竟然比企业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还要来得多 这台湾人民缴给政府的钱 到底去了哪里 请到四位专家 跟大家一同来探讨 首先欢迎的是立法委员黄伟哲 主人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林陈映 大家好 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财经专家孙信龙 大家好 星期五主记处就要公布呢 今年GDP的预估值 目前2.4%已经确定会下调 但是保二有没有希望呢 出口衰退现在企业的投资 也慢慢的往下降 如果未来要保二的动能 恐怕见不到 也因此目前真的要卖股变现吗 来看报道 薪水不涨 花钱得考虑再三 民众的心声反映出国内景气 迟迟没好转 加上七月出口忘记不忘 表现比六月还糟 专家警告 周五主记处即将公布的 全年GDP估值 恐怕从原先的2.4%再度下修 国内经济闷到爆 从GDP四大主要项目来看 都不见好消息 民间消费信心没回笼 企业投资转为衰退3.03% 加上出口不佳 政府财政拉紧报 让各大研究机构纷纷吐槽 今年GDP已面临保二大作战 台中院评估下探2%边缘 最乐观的台经院 也只上看2.52% 通过一个掀开锅盖的动作 让这整个经济沉闷的局势 得以改变 行政院长江仪化 5月才提出13项提振紧气措施 但眼见财政缺口越来越大 传出行政院已指示 国发基金和财经部会 明年规划卖出合库金 兆丰金台积电中钢等持股 由四大基金承接 拿股票换现金500亿 弥补财政缺口 但专家认为并非长久之计 假如是要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我觉得这个可能社会会支持 假设只是为了弥补财政的缺口 你想想看 那个只有救期 因为今天股票卖掉了 你没有股票以后 也就没有鼓励的所得 台湾的这个税率的这个部分 并没跟邻近国家相比 相对是比较低的 国营事业所持有的土地来讲 我都觉得这些部分都可以进一步考虑 是不是要用出售或出租的方式 来衍生一些收入 欧美复苏不稳 大陆经济面临保期危机 依赖进出口的台湾 很难置身事外 政府努力打破门经济 挑战相当严峻 TVB新闻 肖民生代言立太别报道 明年财政缺口2739亿 而且呢 现在大家还有700亿的缺口数字 政府要怎么补回来呢 目前真的要卖股变现吗 但是民众又有疑虑说 这四大基金 劳退基金 劳保基金 公务人员退附基金 还包含了油厨基金 这可都是人民纳税辛苦的 且汉钱退休金堆砌起来的 如果现在政府您真的要用提款机 来领现金的话 未来民众的保障在哪里 会不会又陷入了负债的恶性循环 全英哥 保障在哪里 而且呢 这个循环就像你讲的一样 可能啊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先看看这个数字 这里是税入 今年102年 明年103年 大约都是一兆七千亿左右 税数的话就是我们呢 必须去支出的钱 102跟103的话 都是一兆九千亿左右 各位 我们不要用电子计算计算 小学的加减乘除 稍微一下就知道 每一年的话都不够钱 所以呢 好那么我们看102年呢 就加上这个债务还本以后 我们还有这个2513亿 需要去筹措 所以每一年都有2000多亿 我再去查101年 也是1.29兆的税入 然后呢税出的话 1.93兆 也是不够2000多亿 那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很简单就知道了 每一年对国家来讲的话 不够2000多亿 它只能够做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现在传出来的 开源 开源的话可能就是卖股票 但是现在因为有杂音出来了 那么所以呢 说可能不卖股票了 其实在民国97年的时候 也曾经编列预算 包括像市出中华电信 对 对 后来呢暂时停止 98年的时候呢 也曾经想要编列 台湾烟酒公卖局 现在的话也暂时停止 不排除呢 如果不卖股票的话 要把500坪以上的土地 拿出来考虑 是否要采取市出 各位 这个虽然叫做开源 台湾这么小 有多少可以开源呢 是不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想的话呢 在节流的这个部分 就是支出的部分的话 可以去稍微做一点思考 那么当然因为 在明年的话 包括像公共工程的部分 还要再去扩大支出 这就是现在政府 必须要去伤脑筋的地方 其实短线上 如果卖股票来说呢 可能股价都会有点波动 也因此呢 在这个价位上 小老百姓就很担心说 自己抱的这些金鸡母 未来价格会不会下跌 下跌的价格不说 如果来看到台北股市整个的波动 这8000点已经说 保卫站喊了整整两年了 目前真的是没有什么波澜 也因此如果未来政府 要扩大蓄股的计划 外资每次都把台股当做提款机 所以呢 现在政府要到货的情况之下 小老百姓 难道是政府叫我们不要投资吗 旭聪 对我觉得对台湾股民来说的话 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闷 我们看到说国际上 各国股市都已经创了新高 或是历史新高的位置的话 台股却还在8000点左右上下 晃来晃去 那平常呢 被外资砍杀就算了 居然政府也来加入 砍杀股民的行列 怎么说 你看缺钱的话 他第一个动道就是说 我要磕正所税 正所税磕完之后 今年又说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你看一直从股市不断的抽血 抽血抽血走 台湾股市当然会没有竞争力 大家又看到说 政府现在缺钱 缺了2000多亿 我们发国债可能不太好发 跟银行借钱可能也不好借 政府想来想去就说 我有很多股票可以卖 所以我就要来卖股票 股票的话我们看到说 政府昨天就传出来说要卖股票 卖哪些股票呢 事实上政府真的还满多筹码 像国发基金里面有 台积电有6%多的股份 其实满多 他这一次要卖17万张左右 还有另外其他零零种种的三家 他本来投资了一些科技股 另外财政部的话 旗下当然最多就是一些金融业 所以这次也说要卖到兆丰金 合库金 第一金的话如果不够的话 他可能也会卖 经济部旗下当然就是一些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中间表现比较好 当然就是中刚跟汉翔这家公司 交通部旗下 掌管的当然就是中华电信 所以你看这零零种种加起来的话 这好像卖了5、600亿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5、600亿相较于 目前台股一天的动能 大概6、700亿来说 这好像会压垮整个股迷的信心 到底要不要卖 昨天政府也一度说不要卖 今天又说要卖 看来的话缺钱状况下 他是一定要卖 但是怎么卖就大家都在想说 他到底要卖给谁 因为这么多筹码要倒给谁 结果后来传来传去传来去 我们原本以为说 他会找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结果没想到 居然还是动到四大基金的头上 那四大基金是谁的钱 是你我大家的钱 对不对 他等于这样是左手换到右手来 而且四大基金会不会卖股票 我跟大家讲 四大基金他是有绩效的压力 他会卖股票 所以你其实倒给四大基金 他变成是不定时 他都有可能会在这个市场上面倒货出来 而且你卖给四大基金 你到底要用什么价位去卖 用高于市场的价位 或是低于市场的价位 或是怎样的价位 我觉得这都有左手换右手的这个状况 再来就是四大基金 平时政府的给他的角色 就是说要稳定市场秩序 如果万一股市 遇到不正常的市场因素的时候 比如正式事件 或是巨大的变化 对 你要逢地区承接 但是你现在就把它接走 那请问这些子弹 最后会到哪里去 怎么办呢 而且最令我们伤心的就是 四大基金的操作绩效 其实就很不好 我们去看四大基金操作比较好 都是在国外的部门 那你现在又接了这么多 国内的股票来说 对于基金的这个营运 到底会不会比较好 那我是觉得说 政府在这个四股案中间 其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举台积电来说好了 台积电它在美国有个ADR 我们是不是可以 政府也去换个ADR 卖给外资嘛 对不对 比如说中刚也是一样 它有GDR 赵丰金或是中华电信 它在国外都有这些 纯脱贫症在国外 你不妨转换成国外的这个资金 卖给外资嘛 外资这么爱台湾 就卖给他们 他们可以坑杀我们 我们也可以去坑杀他们啊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政府 不妨参考香港的例子 香港在1998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那时候买了非常多港股 买了1200多亿 他后来怎么卖 1200多亿的港股 他怎么去消化 他很聪明 他把它包装成一个基金 叫做淫富基金 他就说这个基金每一年 稳定报酬几趴几趴 吸引大家来卖 对 他后来卖给谁 卖给外资 卖给一般的香港的民众 就是出脱掉了 他们对市场的影响 这分好几年慢慢的卖掉 我觉得政府也可以这样考虑 你把它包装成一个基金的方式 说我这一年可能配息有2% 3% 我相信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会愿意买 很多授钱基金他也会愿意买 国外的外资也会愿意买 这样的话对整个市场 等于是说卖压减少到最低的一个幅度 等于说政府在 这个有感政府的同时 他口号一直喊出来 但是民众的感受却很不好 你的感到底是好感还是坏感呢 恐怕现在这个四大基金的绩效 先来看 今年的1到6月份 四大基金的绩效大约是1.8% 但是我们整体台股的涨幅 还有3.5%到3.7% 所以你基金操作绩效 已经这么不好的同时 反过来你又要求小老百姓要吐钱出来 你用这样换股的方式 到底合不合理 那如果宣的是这样 你要这样操作 未来基金的走向是如何 我要请靖龙来分析一下 是 这一次我看到政府的计划 事故的方向竟然把矛头指向四大基金 我真的要摇头了 因为四大基金 大家现在目前的状况 大家心知肚明 他接下来几年 可能就要面临破产的命运 为什么会破产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政府雪中送炭 政府不但不雪中送炭 还火上加油 甚至还把人丢进金里面 再丢一颗石头下去 你不要起来 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我们认为四大基金 现在目前已经有点自顾不暇 我们看今年它前6月的 一个绩效报酬来讲 其实在今年3月份 其实是有好过 其实3月份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劳保基金 或者是劳退基金 绩效都有一度来到3.5% 跟3.63% 但是这个好几跟这个好绩效 其实只维持不到3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6月份今年上半年 这两大基金的绩效 一个已经降到1.79% 一个已经降到1.81%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接近我们的最低收益性 我们过去我们在看 政府在规划一些 退辅基金的一些财务模型 说其实它当初预期的报酬率 是以7%去预期的 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劳保基金 它整体的绩效只有2% 中间7%中间所落差5% 那个就是一个缺口 10年下来这5%的落差 将会导致75%的一个缺口 所以原本需要100亿的 那是最后劳保基金 只能创造出25亿 另外的75亿政府 必须得想办法去补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才会之前 在去年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讨论 劳保基金要破产了 那破产的情况下 这时候政府竟然要把这个 所谓的事故的对象 丢给劳保基金 甚至丢给劳退基金 我觉得真的是不妥 我只问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台金店在100块 有多少的分析师 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好价格 我觉得应该大家 这个看法应该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政府竟然要在台积电 高档的时候 想要出货给一个 极需要绩效的一个基金 这个绩效如果以后做不起来 倒霉的是我们 我觉得这个才是 政府现在必须得思考 我觉得世聪哥所提到的 到国外去发行ADR台积电 在ADR跟台股来讲 本身有很高的溢价空间了 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思考 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把这个矛头 把这个所谓的想法 动到四大基金 真的就只有若井下 14个自来形容 其实还有一个点是 我们刚刚提到这几档股票 这几家公司都是非常赚钱的 过去民众觉得 这是他们的老本 所以存在里面 可以领股票的股息跟股利 或者是说觉得放久一点 会有上涨的机会 但是回过头来看 政府目前操作的方式 以现在明年度的总预算案 是一兆7308亿 99年度来第一次的负成长 我觉得委员应该压力很大 因为接下来要监督政府 也要看质询的状况 过去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一个财政的悬案 举债上限要到了高点 台湾现在好像有点 临界点的感觉了 我觉得其实昨天您刚刚讲的 对总预算的成长额度 其实是达到了负成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间有另一个 大家会觉得担心的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说总预算没有成长 或者甚至于负成长 可是它人事经费是成长 所以说人事经费成长 表示说什么 它可以拿来做公共建设的 可以拿来做 这个促进经济的 这个动能的 这个钱更少了 所以我们这觉得蛮担心 而且负债会变增加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表格 这是什么 过去曾经事故 在民营党执政时期的时候 这个中华电信事故 民营化了 拿了654亿回来 那是闯关成功了 刚刚提到 在2008年 马总统上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华电信 政府还想借中华电信 再事故7%就失败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朝铁都觉得说 我们干嘛一直要卖主产 而且那个时候 民营党正是备受批评了 可是到2009年 那个时候金融海啸 海湾烟酒公司也要市股30% 当然也被冻结了 所以变成说 大家对于这种市股 说变卖主产 卖土地 是非常有疑虑的 尤其社会大家觉得说 这个政府好像都没有办法 来替我们增加收入 所以现在市股 如果说是市股到市场上 一方面冲击市场 另外一方面 大家觉得有变卖主产的疑虑 所以说现在变成市股给四大基金 当然四大基金有那样的缺点 就刚刚几位先进讲到说 那你四大基金有绩效压力 可是如果政府释出的股票 不是很差的股票 那四大基金从过去 坦白讲 它绩效最差的是什么 反而是委外 四大基金自己操作的 都还不错 获利率都还5% 6% 7% 但是因为委外 有些甚至倒赔的 甚至不管人家说是 碰到秃鹰也好 或是人谋不脏也罢 或是刚好做那么巧 就是委外就是亏损也罢 反正就是委外就很差 拖累了四大基金的绩效 如果说政府变成说 第一方面我钱 市股我需要这笔钱 可是我等不起 这些产业的获利 这些股票获利配股 太慢了 没户息 怎么办 我就只要丢给四大基金 四大基金到时候 不会冲击到市场 如果四大基金 因为还是政府在控制 所以说左手右手之别 如果说不会造成市场的冲击 它可以增加一些钱 坦白讲是现在是没有办法 中的办法 其实有很多的网友就在质疑说 其实我们的执政党 跟我们的这个政府 是同一个政党 明明他们党产赚钱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亏钱呢 当然并没有要针对政党的疑虑 但是我们平时来看 103年的总预算 竟然缺口有3000亿 这真的不是普通的数字 如果以人序成本来算 逐年的增高 也有人说当初在检讨这公文人员18%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应该要精减所谓的预算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改革 这都是有讨论空间的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市聪 如果说政府呢 说要改组 但是越改越肥的情况之下 它的支出不会减少 接下来这人士成本要怎么办 对我们看到说101年的这个政府人士的这个费用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我们先来看一下 税初的话目前是1.9兆 也就是说我们的支出也1.9兆里面 人士支出就占了1.2兆 占了6成左右 你试想一个国家里面 居然绝大部分的钱 是用来养这些政府官员的 那你想国家竞争力有什么地方 我们还有其他零零种种的 只能够配7000亿 这样的钱 试问国家竞争力怎么提升 那1.2兆相当于两条高铁的这个费用 而且可以盖20座的101 每一个人你我他 我们每一个人要负担5.2万元左右的水准 这么大的这个预算 其实政府也知道说 这个人士真的要精减 所以政府前几年就跟我们说 他要推出一个所谓政府精减方案 从现行的部会37个变成29个 你看减的有够多吧 去年你看包括新闻局轻浮会 体委会消防会都已经没了 照理讲应该人士会减少才对 结果没想到说中央的预算里面的 人士的确是减少 减少大概几千人1891人 但是整体的费用却增加了52亿 整体这个包括地方政府 因为我们知道五都升格之后 很多局处都升格 升格同时的话 变成全民的人士费用反而增加 我们反而这个两年之内 人民的公务人员增加了1.2万人左右 等于是说增加了70亿人 而且有很多的值等是因为升格之后 他就加薪了 对加薪了 对所以反而是 虽然说明目上说是要减 但是反而越来越匪的一个状况 那我认为说这个会造成我们整个 都资金受到一个排挤的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主因 政府就说主因是还有很多原因 除了人事费用 其实我们仔细来摊开 人事预算里面的这个魔鬼 4000多一次用来支付限职的员工 大概有4000多一次用来 退辅基金这一类的支出 另外其他的是一些 零零种种国营会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退休人员这一块 是占了非常大 人事支出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所以这一块不好好检讨的话 我值得让大家担心的 包括18% 包括退辅基金这些 都还没有到最高峰的时间 未来几年会最高峰 所以一方面政府虽然说 我在减少这个政府的原额的编制 但是另外一方面 退休金跟这些国营会的这些福利 越来越多 它也会吃掉人事费用 所以一方面你再增 一方面你再减一方面你再增 这样的下去 我觉得台湾竞争力会 无形中就消耗掉了 我稍微做小小的补充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今年7月18号 美国底特律宣布破产 破产底特律负债150亿美金 就算150亿美金将近5000亿台币 4500亿台币70万人 可是我们台湾 光是政府公布的国债 就已经是5兆多 还没有包括隐藏性的负债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值得注意 我简单给大家看这个 刚刚主持人你提到了 103年的预算案 税入1兆7302亿 税出1兆9446亿 这是财政部网站公布的 然后我们的赤字是2144亿 可是我们只编列多少钱 来复习环本 我们国债只编列960亿 那今年102年 只编列770亿 可是今年到期的国债有多少 请大家再看一下 简短来看一下 今年102年到期的国债 有一兆0190亿 其中 那怎么付得出来呢 其中1100亿是利息 9000多亿是本金 那我们只编770亿来还国债 可是到期却那么多怎么办 就只好借薪还救 你说这样的财务结构 政府当然是没有动能 像这样子看起来 我觉得有点像 釜底抽薪的感觉 所以目前大家 用底策率来借进台湾 台湾也是一个国家 我们要来看到 就是国家的竞争力 未来会在哪里 庆龙 其实刚才那个委员有提到说 美国的 就是美国底特律7月破产 但是它破产很讽刺的是 美国的经济正处于一个复苏 强劲复苏的阶段 但是它的城市竟然会破产 而且底特律在破产前 整个政府的运作的功能 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 比如说你打电话给警察 刚刚报案说 现在目前这边有犯罪现场 警察来到犯罪现场竟然要58分钟 为什么 因为警察人员都被砍掉了 已经没有这么多的 没有这么多的人力 可以去处理这些犯罪现场 那在底特律的城市中 有十分之一的路灯 不会亮 有三分之一的公园 形同废墟 因为没有人管理 为什么会造成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 是因为政府的资金 预算被排挤掉 被哪些人排挤掉 其实就底特律的例子来讲 他是被公务人员的退休金 做排挤掉 因为他们的负债里面 超过一半都是为了去支付 所谓的公务员的退休金 公务员的退休金 只是其中一款 另外一个部分 会造成底特律破产 其他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其实是税收下降 因为底特律全盛时期 有200多万人口 但是到最近只剩下70万 人口的外移 其实跟他们产业结构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台湾 台湾这几年的税收 其实也不断在下降 我们的实际的一个税付 就是那个所谓的实收税付比率 从1990年的20%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准 已经降到目前只剩下12.8% 这个已经是世界第七低的了 比中国的19%还要低 比韩国的25%还要低 税收下降 政府能够取得税收来源 以及就逐年的下滑 另外第二部曲 就是税收下滑 但是你的福利不想减的过程中 政府只要举债度日 所以到后来的底特律的二部曲 就是他已经举到 让银行都列为所谓的拒绝往来户 因为你在借钱 我觉得你还不起钱了 所以这个时候 像台湾政府还好 台湾的政府还有土地可以卖 还有股票可以卖 但是如果哪一天 这些股票跟土地都卖完了之后 就会面临到第三部曲 第三部曲是什么 因为过去大家对公务员 总是觉得它是一个 终身不打折的一个退休制度 所以这个也是最后压垮 底特律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当整个政府的财政 因为退休金的制度 造成一些政府运作的过程中 资金的排挤 我觉得这个部分底特律的例子 的确可以让我们去思考 台湾如果再不做任何的处理 真的会走向变成下一个底特律 提到了付税 台湾的付税真的很低 因为比起了亚洲四小楼 跟珍国竟然排在第一低的位置 但是对人民有利 还是说我们缴的钱跟企业比起来 真的多了很多吗 里面的秘密告诉你 台湾为什么穷 稍后回来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台湾的GDP成长 保二很有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平心而论 保二这个数字仍然是正成长 但是为什么台湾不断的举债上限 似乎有提高的趋势 为什么穷呢 我们就要归咎一个问题 是不是租税不公 有人说呢 这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要来的可怕 是当今社会对我们政府的建言 也觉得这个是目前要最需要改革的目标 也因此现在我们提到的证所税 或者是过去大家想到的这个奢侈税 来回了好几次 似乎到现在没有看到真正成效 但是呢 这些有钱的大户人家 仍然呢 非常过得开心的同时呢 他缴的税收跟小老百姓比较起来 小老百姓付出的甚至可能比较多 陈英哥 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是在我们现在编制明年的预算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证所税的部分 那么在上面呢 是明年是编制871亿 今年的话是946亿 也就是说明年编的比今年要少 这感觉有一个特色 是不是对明年来讲的话 政府比我们还要保守 那为什么明年讲的说会比今年少 还是说今年其实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概收400亿猪头而已 所以是有点不足 那既然是不足的话 明年就往 比较务实 对了 比较务实 我们讲好练就比较务实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角度讲的话 如果说以这种对未来的话 相对保守的心态 那我们是不是对明年的经济 可能也抱着一个比较持平 甚至于是闷的这态度的话 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所提到有关于付税的话 我们这样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就说 可是我们税都有按时缴嘛 对不对 而且基本上上班族的话 一块跑不掉啊 对 通通都跑不掉啊 但是在这几年的话 其实有一些税制 慢慢不知不觉之中 让我们的税机流失了 我们举个例子 199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这个付税依存度 这个的话就是说 政府收来的税收 然后占税出 就是支出的这个比重 大概多少 以前的话在1990年代的话 是77.2% 2012年就去年的话62.7% 然后当我们支出的时候 10块钱里面 以前的话是7块多 是收税来的 现在的话是超过6块钱 是收税来的 那不够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办法收这个税 去做这个支出的话 就只好做我们刚刚讲的 市股啦 卖地啦 或者是借钱啦 做不同的这个来源 那么这里在哪里 因为我们的税机流失了 在这几年来几个税制的变化 好像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金融营业税 从5%降到2% 那最后呢 这2%的话 又拿去做这个金融重建基金 那么接着呢 土征税的部分 在2002年开始的话 有个土征税的改革 包括像土征税 减半征收 后来会变成一个常态 那么接着呢 又有促产条例 甚至于呢 2009年 可能投资朋友大概 印象不深 但是有 我们台湾有部分 有些人很高兴的 叫做一证税 我们在边际效率的话 从50%降到10% 然后2010年的时候 我们的营业所得税 从25%降到17% 我们讲了这么多 大家听到都是 降税降税降税 但是它是降什么税 金融 土地 营业所得 一证税 所以是企业主 或者是有钱人 但是对于薪水积极来讲的话 我们感觉不到 就是说我们缴的税越来越少 但是政府收到的税 是真的越来越少 所以就变成说 入不敷出的情形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税机的流失 如何来去做弥补 那么这个时候 像前副总统肖万长 他就说了 其实要把两岁 合一把它废掉 甚至于是加征教育捐 捐听起来不是税 但是捐 你基本上还是要把钱付出去 那么讲到我们这种税捐的增加 很多人都不愿意 那么但是讲到降税的话 大家都很高兴 问题是 如果说降税 或者是税机流失 而是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甚至于要让大部分的民众 付出更高的代价 这个政策的话 是不是要做一点转变 值得商讨 其实讲到这个数字 有时候说数字也有失真的时候 因为来看到 如果以临近的南韩中国 日本香港比较起来 台湾 这中间的落差 会不会就是企业减少的税收呢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政府在这个企业越大 税收越少的情况 到底要不要改善 否则苦的恐怕是政府本身 还有小老百姓 是其实前任财政部长李树德 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极力在宣导 宣传一个所谓的理论 叫做兽儿 叫做肥儿理论 他所谓的肥儿理论 就是认为政府的功能 就是要帮企业减税减税减税 让企业可以多吃一点 那这只鹅就会长得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等他长到很胖的时候 他随便动一下身体 掉下来的毛 政府随便扫一扫 就可以减到很多的税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 其实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看到 政府这几年 他的一些减确的政策 刚才陈寗哥有提到说 一个叫做 促产条例的一个优税 那个所谓的租税方案 促产条例的这个租税方案 过去10年 已经帮这些企业家 边帮这些高科技公司 已经省下了8500亿的一些税收 8500亿的税收相当于2.2年 就是个人所得税 可以2.2年的税 就表示如果我们没有省这个税 全体国人可以2.2年 都不用缴税了 那省下这么多 造就了很多台湾世界级的一些大企业 的确对台湾的经济成长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企业成长了 GDP成长了 人民的收入有提高吗 好像没有 对他大企业还是往人民身上来砍价 对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讨论 根据2011年的一个统计资料 台湾里面赚到100亿以上的 一共有24家企业 平均的税率只有9.1% 那甚至有7家赚到100亿的 他平均的税率不到5% 比我们个人中央所对 还要低的一个税率 为什么 这个就是政府所谓的肥而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企业 已经变成很肥了 这时候是不是该宰的时候了 我觉得是要思考一下 那另外一个部分 刚才曾经有提到 我们这段时间的减税 像遗产税跟镇影税的降低 50%降到10% 的确让很多过去有钱人 把资金移到海外的 这个时候全部都回流 在回流的过程中 他有没有用在实际的一个 所谓的经济的一些建设上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的产业活动 我们看到好像没有更多的资金 拿去炒楼炒房 造成现在的房价居高不下 让我们中产阶级的 这个受薪阶级 发现买房子更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一个对象 那第三个 像企业营业事业所得税 从25%降到17% 还是要再次强调 在降税的过程中 谁受贿了 其实都还是企业主受贿 在这些帮有钱人 开大门的过程中 我觉得所谓的肥而理论 它是对的 让整个企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过程中 当企业长到一定的时候 企业该去尽 它该尽的社会责任 其实过去常常讲的是 CSR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还包括了 如果企业能够回馈社会的话 我们的薪水是比较提高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会叫说 在这个大环境不景气之下 竞争力是必要的 所以希望国家的政策来支持 但是如果我们从数字来看 光是盈利事业所得税 跟综合所得税 观众朋友 你可能想不到的是 我们的综合所得税 竟然比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 还要多了将近300亿左右 也因此大家缴着钱 在帮政府希望 共同来负担的同时 您知道吗 在台湾呢 这个7月份的国债中 平均每个人的负债数字 已经高达了23万元 相当的可观 委员 我觉得其实我们看这个国债的情形 当然会觉得出目惊心 可是看 如果说大家想说 反正这个欠债 我用不到 也掉不到我身上 不是我付的 错 都是我们的税金付 因为政府没有 它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 我们有看到 我们在总预算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总预算里面 由我们的所得税来负担了 百分之六十几而已 其他的部分就是靠借债 靠借钱 可是借钱从哪 谁要支出这个钱 还是我们的子孙 那以这个现在的政府 对于这个公共债务的 这个状况来看 可以看到 这是今年到7月底为止 未偿债务原额 余额大概五兆三千多亿 这是政府公告的 但是没有包括这些 隐藏性的负债 包括本来就应该负担了 社会福利 以及年金这个制度都没有 那以这个部分到7月底 我们借的钱 一年以上的债务 这边有借的这些钱 借了900亿 一年以下的债务 借了1350亿 总共是2250亿 这个是我们7月份借的 可是我们有还钱吗 有啊 这个长期的债务还 借900 你看借900块 这900亿还900亿 右手借左手还 都没有什么那个啊 没有什么这多还的 那未满一年的债务 我们借了1350亿 才还了749亿 那就是什么 政府就借短期的这个借款 来作为我们常债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公共支出 政府用这种短期的 因为我们知道短期债务 一年以下来债务 是不列入国债的 所以说变成用这样的方式来美化 我们的这个债务数字 你说应该吗 那另外刚刚提到了 我们提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肥鹅理论 我们养这么把鹅养这么多这么肥 我们借了移政税来调降 我们借了这个正所税 我们借了这个赢所税 其实正所税应该是 坦白讲如果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下 是应该可奔正所税 不过刚刚提到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我们现在刚刚 节目一刚开始说 政府要卖股票 希望来换现金换多少 换500亿 可是我们去年 证交税少说就550亿了 而且这还是今年4月份的数字 148月来 这个证交税短收了更多 所以真的如果政府 这一个错误的政策 导致到最后还必须卖股票 NPB卖土地 坦白讲我们过去的政策很多 不是说了安倍设了三支箭吗 我相信马总统用我们的钱 也设了不少箭 可是这一件不但没有办法 命中目标 反而把财政 国家的财政 带入更大的深渊里面 未来呢 这个马政府还有执政的时间 但是大家都在看 不是账面的数字 做得漂亮而已 实质量来看 它能够做到多少 提振国内的经济 也因此目前马政府呢 说国内的公共建设 它要扩大来投资 有没有机会把台湾 再度的经济带上走 稍后回来 过去呢我们对照了对岸中国 在拼经济就是扩大内需 还包含了他们的公共建设 还有很多的硬体设施 所以台湾也来搞个十二大的爱台建设 来看到呢这个四年来光是这十二个项目呢 投资的是两兆一千亿 但是如果仔细算 这GDP的成效呢 是不到一兆八千亿元 等于呢倒贴了三千亿元新台币 所以包含了这些交通网啊 港市再造中部的科技园区 其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桃园的国际航空城 似乎有人诟病 因为呢目前为止 有很多的公共建设 大家看到是文字馆的同时 你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照片 都是航空城附近的 这些杂草丛生的地说要卖出 是不是一种炒地皮的现象 政府如果你真的要投资公共建设 人潮和未来物流金流的规划 都要完善 目前合计三兆多的钱 政府又要全民来买单了 志聪 对我们知道说十大建设的成果 当然大家深入人心 所以之后每一个政治所谓建设建设 不断的建设 那当然马总统上任之后 推出了爱台十二大建设 他当然要预计要推入3.9兆 这么多的这个项目 目前的话执行上面当然是有些难度 刚才这个已经提到说 他倒贴目前倒贴3千亿 事实上我们再仔细看里面 里面有非常多 让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他执行不利 像比如说这个交通便捷网这方面的话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机场协议一言再言 五阳段的话也是一言再言 延到之前才通车 这个效率执行看来是有一些问题 那里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包括什么中部的科技聚落 创新的走廊 或是什么工业区再造 各位这看起来都很像是工业区的状况 对不对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表 这是我们现在所有列表的台湾的工业区 我给大家稍微扫描一下 你只要稍微看一下 零零种种台湾从北到南 数都数不完 有多少 你当现在还没划完这个数字 你看还没划完 各位 各位看一看 所以你真的有必要投资 这么多的工业区吗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刚才又提到说 知灵有提到说这个桃源航空城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非常的巨大 他说要投入大概3千亿左右 3千亿投入之后 台湾未来就有机会变成东亚的转运中心 甚至在里面要盖 所谓商办办公室的购物中心 各位他还没有 他明年才要开始征收土地 结果你知道吗 现在土地已经开始炒了 他预计要投入2900亿 可是你知道 从他宣布到现在为止 他周边的土地就已经交易了2300亿 而且涨的幅度已经三到四成了 因为今年以来桃源是最多的 有的还不止 有的以前是农地 他现在一变更之后变成商业用地 这个费用真的是非常惊人 所以你现在到桃源航空城那个县子去 如果你在那边看到骑着脚踏车阿伯 你不要轻视他 他有可能是亿万富翁 你看这好像就变成是 政府没有收到实际的效用 但是反而覆灭效果非常多 我觉得政府要改变一个心态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 江院长他就说为了要增进我们的GDP 我们的公共建设从1700亿到1900亿 各位 数字不是重点 什么是重点 我给大家举一个血淋点的例子 日本过去经济衰败20年 每一年每一个首相上海都说 我要扩大投资 就投资的结果 日本的政府是效率越来越差 但是他的负债越来越高 这是台湾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政府应该想的是怎么去提升效率 怎么去受身 这才是重点 不要再搞这些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意思 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所谓的农村再生 农村再生 大家或许会想到苗栗大埔的案件 之前也是引发了争议 到底是图立特定的厂商 有部分的人士 他们在炒作地皮 还是真的有农村再生的规划 这又是必须政府要透明的 让大家来公开解释的 也因此目前我要请教委员 如果说现在政府呢 这些东西喊得沸沸扬扬扬的 说要大破大力 但实际上这BOT呢 似乎吸引不到民间的投资 政府又要自己吃下来 但是结果全部要人民来贪还的同时 政府当然信心会丧失 但是大家也是说 未来台湾的竞争力 似乎也一点一滴就这样被政府削弱了 我觉得真的是要建议我们的政府 就是尤其要建议马总统 就是不要在乎那个虚名 也不要在乎那个数字 人家有十大建设 你一定要用十二个 人家有这个 你就要用一个黄金十年 可是事实上我们横租下来 从过去消费券的发放 到一直一路下来 政府从马总统这过去的四年来 已经多负债了一兆三千多亿 然后再加一年 马总统第二任的一年 又增加了两千多亿的国债 那增加那么多国债 事实上有没有达到这个建设 有没有把这个国家经济给做起来 有没有把经济给活水给积出来 也都没有 那以照这样来讲 我们觉得主持人刚刚提到农村栽生 农村栽生 事实上感觉起来 我们来自乡下的这个选区 农民还民众还是感觉 日子越来越难过 照理一下 两千多亿投下去 你每一个人农民 几十万 三十万农民 专业农民 才八万人 你就大概分一分 我还要去 他们都好过一点 你拿两千多亿 我简单地说 这个公共建设 刚刚您提到说 贾民党说 可能我们公共建设要再增加 101年度的公共建设支出 1,991 106年度就近年 1,985亿 然后到103年度 这个公共建设要再增加 增加多少 增加到 增加175到2,100亿 不过都占我们的总预算支出 你可以看 马总统刚上任支出 98年的时候 那时候公共建设有3000多亿 然后占我们的总预算支出 16% 现在一直降到10% 一路下降 你说政府没有钱来做 而且有了钱就拿去乱做 那这样子不是很糟糕 我们还要继续负债 继续等到三年 我想2016年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国债的累积 又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 那到时候我们的GDP 能够真的增加吗 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吗 真的是有点怀疑 GDP真的不是账面的数字 因为政府拟在强调有感的同时 是人民的生活 到底有没有变好 过去我们节目呢 黄金线曾经讨论过 好多在国际间的调查是 台湾人民的生活 在亚洲是感到第一痛苦的 也因此如果说 真的选举要到来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用我们手中神圣的一票 投出真正有魄力能做事的候选人 但是得到的结果 似乎现在我们看到 这所谓的十二大建设 好像沦为这选举的帮凶跟工具 是的 其实我们再想一下 之前的话就有这个执政党的民意代表 那自己举出来的例子叫做 全台十大文子馆 全台十大文子馆 他们自己举出来的 对 结果这样子估出来的话 浪费工厂大概差不多四千多亿 我们举例来讲 其中有一个鱼港 鱼港盖好以后 就发现说 没有办法做适当的用途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国际的渔业的资源 跟趋势有点改变 你说这个国际的这种鱼 这鱼它已经游了几十年几百年了 会突然之间有出现太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理由 并不是非常的充分 那我们再举例来讲 其实呢 在之前也有名义代表 在这个台北市议会的话 比如说台北市也有十大的文字馆 比如说像南港的这个极限运动中心 比如说像是北投跟文山的公民会馆 平均每一天的使用人数的话 不到50个人 甚至有的地方的话 使用人数还低于这个数字 那这样子的话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每一个这些 我们已经开始在借钱过日子了 我们借来的这些钱 有没有把它善用 善用的就是说 你不只要去做 不是说选举到了以后 我们知道一定挖马路 然后一定挖电线杆 然后一定还要再买水管 而且还分开来还不会一次做 所以一条路要把它挖三次 好好的红砖道要把它跑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选举到了 但如果每次都选举到 才会做一些 这些不一定能够真正对国家有用的 而这些公共建设的钱 我们不知道说它有没有做出妥善的利用 其实呢这个效率 光改善的话 搞不好我们国家就可以省下好几亿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政府呢 都希望人民看到 比如说铺马路这件事情好了 每次呢这选举的前两个月 开始挖 你会发现台北市很多人行岛 明明是非常平整的 但是它就是要再挖一次 再翻修一次 理由是它会漏水 但实质上你去问一下里长 或是附近的这些婆婆妈妈 并没有这种非常深切的感受 另外一点就是呢 大家对于这个数字 账面上的数字 看起来很漂亮 也看起来都是成长的 但实际上 每次去买东西 都会感受到这个消费的压力 也因此川普 如果您真的想要为人民设想的话 我们真的是爱之深择之切 有哪一些建议呢 稍微回来 现在有很多的政论节目呢 都在讨论政府政策的问题 但是呢 观众朋友边看边骂的同时 实际最深切的感受 是真的觉得好闷 也因此黄金线在这里呢 真的希望政府能够大铺大力 做一些大家看得到 感觉得到的事情 也请委员给政府一些建议 其实马总统就任这几年来 一直不管我们的经济成长 数字是好看还是难看 从2010年的百分之10.88 一直降到去年的百分之1.03 都是让人家感觉到说都无感 所以而且是恶感 我觉得这真的觉得蛮可惜的 马总统其实 我们今天节目开场 讲到说政府要卖500亿的股票 来换现金干嘛 只是政府财政捉襟见走的一个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政府不能拿出有效的政策 而且不愿意拿出有效的政策的话 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时间也在继续虚值 我们的财政也在继续虚值 我们国库也在继续虚值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蛮担心的 也希望马总统能赶快醒过来 赶快提出有效的政策吧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有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觉得说 台湾的政府好像到目前为止 不管要实施什么样的政策 都在试水温 其实如果以领导统预的风格来说 应该是决定要做什么 不管外面的批评或好坏 觉得是对的就应该要向前冲 但是我们政府不断推草政策 来试风向球的同时 一下子要一下子不要 搞得大家信心都没有了 因此目前为止 台湾有好多包括财政 刚刚我们讲的证锁税 一直不能实施 或是达到最好的绩效 就是这样的案例 其实我觉得政府他能做什么 我觉得真的套一句 那个PC号的董事长张志宏说 有这样的政府我们何须敌人 我觉得这几年 其实我拜访了很多企业 许多的企业老板回馈 给我的一句话 我们常常会问他说 你希望政府为你做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话 政府什么事都不要做 我就奥密托佛了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 我们一直在期待大 就是大有为的政府 但是其实台湾本身是一个 导国的一个国家 我们本身台湾的人民 本身是具有创造力 是有冒险力的 而且我们的挑战性是很高的 这时候我们在努力 台湾人在努力打拼的世界同时 政府一堆政策来挟制你 让你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压缩了产业界的 一些生存的空间 像第三方支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明明是可以让 网路的网购商机 蓬勃发展一个东西 但是政府的一个 因为可能银行法的一些规范中 它限制住人 它这么宝大的东西 创业开一家咖啡厅 王立纯不只想卖饮料餐点 空间使用透露出 它的理想性格 我们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提供给 台湾自己设计上做的艺术家 然后它是有无限可能的 有多元的 可以是动态的活动 出态的活动 放在这边讲述 结合台湾本度品牌 办一文讲座 吸引不少人询问 也让王立纯找到同好 另一个收获 是发现客家相亲的友善 当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只要聊到 你是客家人 我也是客家人 瞬间就变超好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客家人 那种团结的精神 然后一听到说 你是有客家相亲的 那个接受度是马上拉得到的 最初邻居还一起担心 年轻女孩的店会没有客人 因为门前的陆续新开的 网络地图根本搜寻不着 按门牌地址 得走过关帝庙旁边的小窄像 才找得到他的店 王立纯因此更珍惜 每个能踏进店门的有缘人 想提供像家一般舒服的氛围 大家还是照料自己的 看自己的书 有人就睡觉 有人就玩 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在这边我们可以提供 一个这样舒适的环境 所以我们还蛮多客人 来这边会睡着 一任大众传播 做过广告公关业务 高度竞争的行业 王立纯发现 自己最向往简单的步调 还有都市中 已经很难见到的古朴环境 这边的人很纯朴老实 对 公民的衣更单 生活很简单 离开自己原本熟悉的环境 会让自己更有勇气 然后对于自己 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是更可以坚持下去的 为了寻找合作的文创伙伴 发上千封邀请函毛遂自荐 还许愿在新竹 要把客家话学好 王立纯剖写创业打拼记 不光想赚钱 也想保有文化并境 上课咯 鸦片给你一顺两肉色 公民的衣更单 鸦片给你一顺两肉色 公民的衣更单 谢谢综宜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